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以王一博为力 浅谈内娱如何正确看待范围 2020年5月 七读警匪剧《冰与火》开机 当时的王一博22岁 《冰与火》是他从偶像剧向正剧转型的开篇之作 这部电视剧由傅东玉导演指导 陈晓、王一博领衔主演 配角阵容有刘义军、王静松等诸多实力派演员 堪称阵容强大 《冰与火》2022年暑期档播出 优酷平台热度破万、好评如潮 招商提前完成任务 还出口到日韩等国家 知乎推荐度87% 陈晓、王一博《冰与火》 看过《冰与火》的观众都知道 这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剧 陈晓和王一博戏份相当 这部剧播出时已经2022年 王一博早已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明星 但王一博的名字依然排在陈晓之后 也就是很多饭圈网友口中的二番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陈晓相对于当时才22岁的王一博来说是前辈 戏份相当的情况下 前辈一番是当时谦逊的王一博应该做的 那二番有给王一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吗? 显然没有 《冰与火》播出后 明眼的观众发现 无论陈晓还是王一博的表演都立住了 是贴合人物形象的绝佳表演 番位如何与观众无关 观众在乎的只是角色的塑造和剧情的精彩程度 甚至里面的配角东哥 于大夫等都大放异彩 冲上热搜 王一博饰演的《缉毒警察》陈宇 更是连续数周登上猫眼最热角色榜首 这部电视剧的热播也让很多观众认识了王一博 认可了他在证据里的表现力 可以说这部剧让王一博正式踏进了证据圈 王一博冰与火陈宇 冰与火于2020年9月杀青 不到一个月 王一博又禁组了《风起洛阳》 这也是一部双男主探案剧 搭档的是前辈黄轩 无论原著怎样《风起洛阳》经过改编后 黄轩的戏份是相对较多的 所以王一博的名字依然排在黄轩之后 那时 王一博已经是顶级流量明星 为什么还要接这部二番剧呢 因为这部剧是洛阳市政府主导 旨在宣传洛阳华夏古城的电视剧 而王一博是洛阳人 他当然是不二人选 王一博《风起洛阳》 《风起洛阳》播出后 引发了一股洛阳热 观众们惊叹于剧中圣唐的风土人情 洛阳作为圣唐古都 从建筑到服饰到饮食到礼仪 都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对象 这部剧对洛阳 对圣唐文化的宣传显然是到位的 《风起洛阳》也因此入选 广电总局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展播 《风起洛阳》也同时在平台 多个国际频道同步播出 王一博还因剧中角色登上了日本Asian Pops杂志封面 王一博《风起洛阳》 在双男主剧中 角色戏份相当的情况下 让翻于前辈 角色戏份不如一翻的情况下 老老实实做二翻 不做妖 不撕翻 不埋剧 这其实是聪明且眼光长远的选择 也有利于夜内好口碑的积累 《风起洛阳》拍完后 紧接着就到了2021年3月 王一博禁组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片 总导演还是傅东玉 导演今夜 王一博在抉择中饰演 毫无争议的男主角蒋仙云 黄浦三杰之首 王一博饰演蒋仙云 王一博饰演的蒋仙云大获成功 将革命先烈面对历史抉择时的坚定感 信念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唐那段铿锵有力的宣言 将导演和编剧都看到流泪 甚至蒋仙云先烈的后人 都发消息给编剧盛赞王一博的表演 蒋仙云后人称赞王一博 《理想照耀中国》系列 最终获得第三十三届电视剧飞天奖 《理想照耀中国》获飞天奖 至此 王一博拍摄电视剧《告一段落》 开始拍电影 王一博第一部大荧幕上映的电影是《无名》 这也是一部双男主剧 王一博的名字排在影帝梁朝伟之后 戏份相当的角色 前辈一番再正常不过 而且也丝毫不影响 王一博的角色叶先生在影片中大放异彩 成为影片最大的惊喜 王一博电影《无名》 即将在今年暑期播出的热烈 搭档影帝黄博 这部电影还未播出 小编猜测应该也是戏份相当的双男主剧 但戏影和《无名》一样 绝对还在王一博身上 名字排在影帝之后 其实无伤大雅 但《长空之王》就不一样了 《长空之王》戏份最多的一定是王一博 所以即便搭档胡军也是影帝 王一博依然是当之无愧的一番 王一博《长空之王》 看到这里 该如何看待番位 想必各位心中已有答案 番位一定是艺人在签约时 综合考量的结果 决定因素在于戏份的多寡 重要程度 和复杂的人情事故与关系 对于艺人来说 该签讯的时候要签讯 种合同 讲信誉 积累人脉和口碑 该你一番的时候也要当仁不让 有一说一 万万不能做的 是拍的时候是一套 要播的时候却翻脸不认账 比如 内于不乏工作室艺人团队 与粉丝摔杯位号 教唆引导粉丝撕翻的反面教材 二番不可指 可耻的是撕翻 对于观众来说 他们根本不在乎艺人的番位 观众更喜欢哪个角色 哪个角色的讨论度就越高 红利就越大 能不能讨观众喜欢 凭的是表演 是实力 而不是番位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